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娶老婆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吳吳大元娶到老婆的時候 他真是一個電影界的小咖 應該講 真的非常非常 昨天我在說我要訪問你的時候 我還是跟你在 你那個時候在台灣 有一陣子非常非常的郁悶 那有一些朋友在陪你去喝酒 在那個時候 他們還說就在雙生後面哪一家店 然後喝Takira 我說喝那麼烈的酒 他說那個時候大家都就是年輕嘛 那有理想也不能伸張的時候 他說那個時候的吳宇璇非常非常的浪漫也可愛 我那個時候是蠻沮喪 還好我來台灣以後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像楊德昌他們 侯瑟賢他們 一大堆好玩的朋友 他們還有那個徐柯跟台底羅賓 經常飛到台灣來安慰我 安慰你是不是 因為我在香港電影做了十幾年 一直都沒有機會拍我理想的電影 那每一個人都叫我拍喜劇喜劇 我都拍驗券了 那我移到了新的公司 新的公司本來答應我 讓我拍我理想的電影 後來就叫你拍個喜劇 還是叫我拍喜劇 所以我就比較鬱悶 那個時候也覺得蠻失落的 那在台灣的時候 還好我太太跟我小孩都來陪 也要來陪伴我 那麼這個 那麼後來我就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就喝喝酒啊 那個時候是 我知道喝酒是很不好 但是在那個時候 心裡面有一份感情 很難抒發出來 那後來徐柯 後來胡香港 徐柯就支持我拍英雄本事 他就鼓勵我 把我當時那種委屈 所受過的委屈 我那一份堅長 我那一份鬥志 我那一份堅實放在電影裡面 就對了嘛 你根本不是拍喜劇的人嘛 那麼愚昧 那麼堅強 那麼漂白 你完全拍得出大哥的心情啊 你原來是要去混幫派的啊 不是Vision本身 你知道拍的 是所有男人的心聲 我覺得是 並不是說完全是幫派 你一定看過 看過 看過 你那時候很小吧 高中吧 高中 差點沒就很黑到 這個戲影響 我覺得 我們這幾天在 就是這幾個禮拜 是在亞洲整個 就是做一個訓會的 做訓會的 對 就是說你會發現他這個戲 對那個我們這個時代的導演 男性導演啊 特別是他 影響很大對不對 太驚人了我覺得 太驚人了我覺得影響很多男人 是 對 如果有些男人 比較好好的家庭出去漂白 你要負責 不過那個時候 英雄本身真的讓多少的男人 覺得義氣啊 然後這個 我說不出那個電影 我們是女人 但是會覺得 男人那樣子就 讚 對不對 其實 你那個時候有想過要當導演嗎 蘇導演 沒有 沒有啊 那時候覺得 覺得這個電影 是個太奇妙的一個媒體這樣子 就是 因為英雄本身我是 戲院看完之後呢 那時候有 貝塔帶 有那個錄影帶 就在家裡 一遍看又一遍看 一遍看又一遍看這樣子 你像小孩一樣 看卡通一遍看一遍看 我相信現在電視上 如果 他那個電影台 他重播英雄本色 很多人還是看 還是會有人看 還是看 對 對 其實我 我對吳宇森導演 有很多 階段性的 這個這個 對他的感覺 比如說英雄本色啦 或者他早期的 幾乎包括你的校將啦 這個電影我都看過耶 哎呀我很注意你啊 這樣子 好 然後到後來的變年 其實最早最早我想 我看到劍雨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不是你拍的 但是我就在想 其實從赤壁啊什麼 很多戲 我覺得武俠片在你的心中 其實佔有很重要的份量 因為胡金泉導演 對你來講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對不對 對 我非常崇拜胡金泉導演 張車導演 還有日本的黑澤民導演 然後我可以說 我受他們的影響也很大 我一直都想拍一個武殺片 只是我一直沒有遇到一個好的故事 所以我拍我的英雄本色 一系列的那些槍戰片 也等於是一個現代武殺 對 他們拿槍好像等於是拿 拿劍一樣的對不對 拿劍一樣嘛 我拍的那個拿槍的精神 等於是拿劍的精神 所以說這個 一直到最近 最近一兩年 當看到蘇教練那個劇本 對 我就在想 就世界上這麼多的導演 現在大家有這麼多的導演 你看到他的劇本 然後你沒有只是拿到劇本 然後你讓他拍 你... 你是很習慣喔 因為我在之前 我看過他的那個戲《鬼師》 《鬼師》 我非常的欣賞 從那個電影裡面 我可以看出他的才華 就是像我當年 在1978年的時候 我在香港的一個 某一個電視節目裡面 看到有幾個鏡頭 那是一個電視劇 那幾個鏡頭拍得很有電影感 我非常的欣賞 那個那位導演 就是徐克 然後我就一直都想支持他 想接受他給那個影片公司 但是沒有人理我 我覺得 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難的一個人才 他是一個 他有非凡的才華 那後來 果然證明了 他成為一個 最受歡迎的一個導演 也是我崇拜的偶像 那當我看到《鬼師》的時候 也像我當年看徐克一樣 我從那個 又看到了一個 是啊 我看到 那個電影當然是 在當年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但是他那個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故事 用一種滿高的 一種懸疑性 來鋪陳一個故事 那麼這樣吸引觀眾 一步一步地追看下去 還有他不取巧 就不像別的年輕人一樣 一看到別人流行什麼技巧 大家都會模仿同樣的技巧 那當有一個電影 他喜歡用一些搖晃搖晃的鏡頭 就是大家都在搖晃 大家都在搖晃 文藝片也搖晃一下 動作片也搖晃一下 那他就沒有這樣子 他是很穩重的 一個章子一個章子這樣 來講一個故事 那麼後來就說 當我看到他寫了那個建議的時候 我更喜愛 因為這個很難得 你不會想到自己去導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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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覺得那個 因為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 很有獨特風格的一個導演 那我覺得是他自己的劇本 是他自己的心聲 他自己的夢想 應該由他自己來完成 所以我後來就是我非常樂意 做這個建制 就是說我還盡量不參與 我自己太多的意見 我很希望他這個戲能夠在 完全的讓他自己發揮 完全的發揮 完全拍出一個 統一風格的一個電影 因為我欣賞他的那個風格 蘇達也 好幸運